大家好,我是陳家瑋 如剛剛說的,我是第一次來教練 然後我是蘇德科技大學的學生 我目前是大師就讀資訊工程系 剛剛不是這樣,所以沒有講得清楚 第二個是我的KeyHub KeyHub是一個開源的平台 我們會寫一些Call,然後就放在上面 讓全世界的人一起看 所以這是我的專號 下面是我的Facebook,也是我的Mail 我先講一下我為什麼會做這個 我們要先知道什麼是榮亞人士 榮亞人士大概就是說 這個新聞是2012年6月19號 有一個女生,然後他載著他的媽媽 然後到海邊 然後他就直接從他媽媽面前跳海 然後他的媽媽就只能在旁邊 就是趕著急 他沒有辦法去救他 因為這媽媽可能也沒有辦法 不會游泳不雷的 所以他本來想要報案的時候 就有確定他打110 都沒有反應 然後一直到旁邊有好心人士幫忙報案 他才順利報案之後 就是因為他沒有辦法講話 OK OK 然後這個是榮亞人士 他一樣是榮亞人士的例子 就是他去柴火王國 然後結果他被 被那個湖頭封釘到之後 然後他就跟路人 路人比手畫腳 然後路人就以為他是 聖經病院出來之類的 對 所以他就沒有去 幫他報案之類的 所以最後言無就疑 所以最後也是 就落死了 對 OK 綜合以上兩個新聞按鍵 大概可以知道 110對落人士來講 是完全沒有任何作用的 OK 所以我們從 看一下為什麼落人士沒有辦法報案 第一就是他沒有辦法 發出聲音或是聽見 因為他不知道警察到底有沒有 受到他的報案出現 然後再來就是他對外管 連那個聯絡的管道太分散了 然後再來就是 這兩點後面我現在不可以講 這張表就是 我們台灣 警政署 消防局 提供的 全台灣縣市的簡訊報案號碼 他總共有22個縣市 所以大概有25個號碼 因為有一些縣市都有兩個 所以 我們會知道說 他總共有這麼多縣市 那我在高雄市 我會不會報台北市呢 他不會理你 對 你穿簡訊跟他說 我有事情才不會理你 對 這是我們台灣的簡訊報案號碼 OK 所以我的iHELP 就是做了一些事情 那我先講一下 我iHELP 最主要的版本控制系統 版本控制系統 是KIDS 然後我支援Android 2.1 然後 我的簡訊 就是 因為我要簡訊報案 所以我的簡訊格式 是OPEN GO SNS 後面會再提 對 然後我結合兩個OPEN DATA OPEN DATA 就是一個是 都是政府提供的 一個是全台灣 所有縣市的 外圍的經穩度 跟每一個縣市 它外面的所有的經穩度 然後第二個就是剛剛那張大名 對 然後這是我iHELP的主要畫面 然後這是我的 等一下個人資料 進來之後 我們可以去 輸入自己的名字 然後可以去設定說 我今天發生事情的時候 我要通知哪些人 所以我這邊有 有一個蒙古搜尋 可以找到你 現在手機裡面的 所有的聯絡人 跟那個 跟Facebook的那個 號碼 都可以找到 對 那設定完之後 我按下去 頒報案 那我就可以通過 這個滾輪 就可以很快的選到 你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 我們會發現說 這兩張圖子蠻不一樣 就是下面一個有柱子 一個沒有柱子 那我們仔細看上面那個地方 就是它上面的地方 左邊那邊是沒有網路的 右邊是有網路的 是有個WiFi的符號 對 右邊是有網路 所以今天如果在有網路的情況下 我可以透過Google 去幫我們把經穩度 直接轉成柱子 所以它有網路的情況下 我就會直接把那個柱子 給帶出來 那這次再來就是 如果今天在沒有網路的情況下 我拿到這個經穩度 我要怎麼樣去知道 它在哪一個縣市裡面 因為我們剛才說了 台北市 我在高雄我認識台北市 所以我就透過一個 這個演算法 去判斷說 這演算法是那個簡單 我一開始看判斷 就是它 這個中間有一個點 然後我那個點 往右邊劃過去之後 對不對 如果它是激素的話 它是激素的話 就代表說 它碰到一個點 就是 加一 所以如果它是激素的話 就代表說它在點的外面 對 就是像左邊跟向右邊 更換一種直線 對 色線 所以 大概就是這樣 我就可以判斷說 它有沒有在這個範圍裡面 所以我剛才有說 我有去拿到全台灣所有 縣市的那個外圍的經穩度 然後再透過這個演算法 就可以算出它現在到底在哪一個縣市裡面 所以我在沒有網路的情況下 我還是可以知道你這個人 現在在哪一個縣市裡面 然後這個是 我今天按下發送的時候 對方會收到的簡訊 不管是警察 或是你設定的緊急連絡人 都會收到這種 OpenGOSAS Formate的簡訊 上面就是會有一個 Domain Name 就是會有一個網址 它可以去結合Google 或是Yahoo 不管 反正是 就是User開心就好 對 然後我就會自動把經緯度帶進去 所以今天 只要你收到簡訊的人 有網路 我按下去 我就會直接開APP 或者是網址 知道你現在這個人在哪裡 而且甚至是可以直接做路線規劃 讓我知道我要怎麼過去你那邊 對 那就是下面 有那個柱子就是 拆 就是剛剛也沒有網路的拆 對對對 但是 所以其實 沒有網路的情況下 我還是可以知道 就是 對方沒有網路的情況下 對方沒有網路的情況下 我晚點再demo 然後就是 因為我知道 我 就是我準備剪報的時候 我才知道 昨天才知道說 今天主題有工具 所以 我就把我在做iHope的時候 我有去做 自己做一個工具出來 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麼多台手機 就是因為我們Android 最討厭的是它的 裝置的碎片畫面 就是它的 比例一直很不同 所以我自己寫了一套工具 像這麼多手機 如果我一台一台燒的話 我可能要燒三次 就很累 很久 大概是這樣子 我打開來之後 我點一下 然後打開來再點一下 打開來再點一下 我就可以把三台手機都燒進去 太麻煩了 所以我就自己去寫了一套 寫了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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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麼 外掛嗎 還工具 反正它就是 透過ADP device 我就可以知道說 你現在接到這台電腦裡面 有接在這台電腦上面的 手機總會有多少台 那我就一台一台一台 幫你去 把東西給安裝進去 對 那可是我裡面會做一個 反編譯的動作 就是我會幫你的APK反編譯回來 就是因為 Android比較討厭的是 如果我要幫你安裝APK 然後又會 幫你自動打開來這件事情 然後我必須要設置上你的patch name 所以我就會去把你的 APK這個反編譯 然後找到那個 我要的那個patch name 對對對 然後 其實 其實 其實很簡單 好 現在已經發展到說 我現在只要接過一次手機 然後我照這個步驟走完之後 我為什麼就不用再接手機了 我只要在有網路的情況下 我只要把這兩個手機 把手機放在 同一個WiFi的AP下面的話 我就可以不用接線 就可以直接燒程式進去了 對 這個是我現在已經 做到的事情 對 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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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的 demo 一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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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到嗎? 不好意思,看得到 這是剛剛iHell的畫面 就是免得我今天點個人資料的時候 我可以去打我自己的名字 然後我這邊有提供網索 本來影片曝光的時候 記得馬賽克一下 就是人家的個資 就是我可以打我自己的 打中間那個 就是做模糊搜尋的動作 就是不一定要從頭開始打 然後我設定完之後 像一般報案之後 我可以透過滾輪 滾輪來去選擇說 我現在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可是像這個柱子可能就是 我雖然有這個柱子 可是我不知道我在幾樓 所以我必須要改訊息 他會給自己點這邊 然後自己去打說 我現在在幾樓這樣子 然後對方收到的簡訊 就會是這個的內容 對,所以 所以如果按住址有錯也沒關係 這樣子,對 好,那 那再來 再來另外一個背後 好,有點趕 好,有點趕 欸 哇,是有點緊張 就是 像我寫的這個工具就是說 如果我現在真的裝了很多 都是手機的話 我只要不讓這一個層次 就是我寫這個層次 然後把ATX冰完之後 它就會把所有手機 一支一支一支撞進去 然後把引擎都開起來了 然後把引擎都開起來了 這樣,這樣就是撐走的 對 好 這個有點理髒 好,我大概是做這樣子而已 對對對 就 好 好,謝謝家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